新北市三支区这边的最新情况 那就目前所来的位置呢 就在八贤里这边 可以看到呢 现场呢又飘起了小雨 其实因为在稍早前 差不多接近中午的时候呢 这边已经下起了一场暴雨 因此呢 让整条道路是又淹了起来 可以看到呢 经过上次这个土石流呢 其实都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 不过现在暴雨又降下来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溪流呢 其实是非常的湍急 而且有暴涨的趋势 而目前在这边呢 其实整条道路呢 都还是拧命不堪 两旁呢也可以看到呢 有这个稍早前这个国军弟兄呢 也有来到这边来进行一个清理的作业 不过呢 他们发现哦 在清理到一半的时候 发现呢 这边的雨降下来 就怕又发生土石流 因此呢 当地的里长呢 还有区长呢 就先针对那边的里民呢 先来做一个战时的预防性撤离 那后面可以看到 这个当时呢 里长呢 就是带着这个国军弟兄 还有一些区长 区公所的人员呢 来到山区这边 就是要来帮这些 来劝导这些居民 要来赶快撤离 里民都三天没有水了 也没有洗衣服 也没有那种 我不知道叫国军 叫四十个来盗用 他们今天有来 有来这里盗用 但是后来就在一点 风雨很大 核框在水里头 涌得这么高 我们说这样不好 叫人的死命 比较重要 我说不然就先卖油 后来跟我们区长 沉上说 风雨会比较大 所以先撤离 比较快 人的死命比较重要 好的里长是表示说 目前八仙里 已经撤了 约四十多位的居民 而不止在山支区 另外在金山长兴宫 上次的土石流 都还没有清完 结果今天早上又下了大雨 下大雨后又再度积水 甚至是直接淹到马路 后续清理 恐怕还得花上不少时间